哎呦有小鱼来了 这大白天怎么有个人躺在路上啊 你是个大美女啊 喂美女 怎么睡在路上啊 哎呀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不管那么多了 耽误我半时 要是他真的有什么事情的话 那我良心也过意不去啊 美女 怎么回事啊美女 喂喂 难道是中暑啊 这大热天啊 喂美女 美女 醒醒啊 怎么睡在路上啊 这是哪里 怎么回事啊你呢 可能是太热中暑了 你不会贫血的吧 有一点滴血糖 哦 那要不要送你去医院看一下 不用了啊大哥 你们能不能扶我去那边 树根下休息一下 哎呀好晕啊 如果确实有问题要去医院看呢 不用去医院了我去那边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那行吧那先过去吧 谢谢你啊 这里树根底下比较凉快 你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哎呀等一下这里有点脏 我去加两张叶子给你垫一下 谢谢你啊大哥 哎呀 哎呀 坐下来啊 你现在问题不大的话我就先走了 大哥别急啊你坐下来啊 你能不能安慰我一下 怎么回事啊还要安慰他 是这样子的 我跟我那男朋友分手了 他就把我抛去在路上 那我又有低血糖 天气又热走着走着 然后就中暑了 哎呦被男朋友抛弃啊 是啊 真的是渣男啊 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居然还抛弃你 一点都不懂林乡西域啊 真的是啊 龙门那个 怎么说呢有句话 路边动死狗 龙门酒肉臭啊 哎呀这么漂亮她都不要 像我们这种啊人这么好 连女朋友都没有一个 听你这么说你还没有女朋友啊 是啊 都打光问三十多年了 大哥 你刚才路过那里准备去哪里啊 我准备去收购点桂皮啊 合同都准备好了 今天去跟边签合同交定金的 那你就是收桂皮的老板呢 谈不上老板小买呗 大哥你平时抽烟喝酒吗 哎呀不会抽烟也不喝酒的 那你平时洗衣做饭那些会不会做啊 那自己一个大男人什么都是自己干的啦 你看像你长的又高又帅 又会洗衣做饭不抽烟不喝酒 还是当老板的怎么是单身呢 哎呀能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啊男多女少 人家也不喜欢嫁农村啊 我找那个媒婆介绍过好几个了 哎呀都想去城里面找那些有车有房的 哎呀那些女孩子怎么这么没有眼光啊 我要是像你 有你这么好的男朋友啊 我祖坟都冒清烟了 怎么可能呢 怎么谁谁会看得上我们这种农村呢 对不对 哎呀现在女孩子啊眼光都高啊 我们都不敢想了 这辈子一个人就这么过吧 哪里啊我觉得你啊 比我的那个前男友啊 好一百倍一万倍呢 但是我们这种人虽然好 心地也善良 但就是那个好男人遇不上好女人 好女人呢要遇不上好男人 像你这种这么漂亮呢 陪陪遇上了家男真的是天一弄人啊 哎我要是有你这么好的男朋友就好了 你不会开玩笑吧 没有啊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会觉得我这种人好啊 肯定啊你看你那么优秀 像我那个前男友啊 他又抽烟喝酒 有时候啊一不高兴还打我呢 那你觉得我好的话 那你敢不敢做我女朋友啊 你不嫌弃我吗 我刚跟我那男朋友分手 怎么会嫌弃呢 谁的心欢不是别人的旧爱 就算是二婚三婚的 我都不建议 不要说谈个男朋友而已啊 要没结过婚 对吧 真的啊 是啊 我就想找个好女人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那我愿意跟你踏踏实实过日子 愿意啊 哎呀那就太好了 那以后你就当我女朋友了 好 亲爱的 你这个包装的什么东西啊 哎呀我就拿点定金去签合同啊 拿这么多钱去签合同啊 也就三万块钱 那我们现在去吃点东西吧 就换个地方 吹吹风向 亲爱的 我你看我今天第一次跟你见面 我都不知道你对我是不是真心实意了 肯定是真心的了 那我有个忙 如果你肯帮我的话 我就相信你对我是真心的 什么忙你说 现在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都是我女朋友了 还说这种客气话 就是这样的 嗯 我跟那个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啊 他没钱花 叫我去借了三万块钱给他花 现在我跟他分手了 他不肯还那个钱 那我就要还那个三万块啊 哎呦这渣男啊 啊 还叫女朋友借钱给自己花 那你现在叫他还上啊 他说是我借的 叫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那你现在欠别人三万块钱啊 对啊 你肯不肯帮我一下这个忙 哎呀这 我这里倒是咬三万块 但是我又跟别人签合同啊 哎 那不帮就算了 我看你啊 对我也不是真心的 哎呀 帮帮帮 我绝对是真心的 不就三万块吗 啊 大不了啊 我在想办法 这个钱啊 啊 你先拿去还债 真的啊 我到时候啊 我们反正都一家人 你的还不是我的 我的还不是你的 哎 那谢谢亲爱的 那以后啊 那跟着我啊 要是我们结婚了 我负责赚钱养家 你负责貌美如花 好 我不会让你啊 那个受委屈的 你放心 我会像你那个前男角加男 啊 我相信你其他的 我肯定好好对待你 那我们现在换个地方 去争战啊 后杯奶茶 吃个炒粉吧 好啊 那走吧 哎 怎么啊 哎呦 我肚子好痛啊 哎呦 可能是我今天喝了太多凉水 哎呀 现在肚子痛 我要去那边方便一下 方便 那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啊 那行吗 那我帮你看一下啊 那你在这里等我就好 你不要偷看了 我会不好意思的 那行吗 我在这里等你 我很快回来的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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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漂亮的梅子 真的是煮焚冒青烟了 哎呀 这回呀 估计要取账老婆了 哎呀 运气来了 哎呀 哎呀 这条水鱼啊 这么容易骗的 轻轻松松 说几句话 就上钩了 哎呀 三万块钱又到手了 哎呀 这条水鱼也太笨了 连那个联系方式也没有找我呀 哎呦 哎呀 这里还有辆车 又死还在这里 干脆啊 一不做二不休 把这个车也开走 起码也能卖个两三千块钱 对 就这样做 哎呀 都大半个钟了 怎么还没回来啊 肚子痛有那么严重的吗 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不行 过去看一下 喂 进来的 哎呀 怎么不见人呢 哎呀 哎呀 喂 哇 四处看了都不见人啊 到底怎么回事呢 哎呀 莫名其妙的 哎呀 我回去 刚才停车那里看一下去 哎呀 我的车呢 哎呀 人也不见 车也不见 我打电话 哎呀 刚才我还一时太激动 连她的联系方式都没有啊 我去哪里找她呢 完了 完了 估计是上高 上当受骗了 哪有这么漂亮的 一见面就愿意做我女朋友啊 肯定是吐我的钱的 哎呀 上当了 不行 我要报警 喂 警察同志啊 我被骗了几万块钱啊 在富贵村这里啊 这个大树根这里啊 啊 我等你们过来啊 哎呀 现在的骗子啊 那么多的